知名連鎖咖啡廳內被害人和嫌犯祥圓面交 一看到嫌犯伸手拿錢 一旁裝客人埋伏的員警 立刻現身盤查身份 車手當場被逮 原來這是一起假投資真詐騙 詐騙集團先利用假正妹帳號 在LINE上面隨機假吼友開始聊天 一名小黃問獎不敵每天 溫柔問候落入圈套 聊了差不多一個月 要跟我建立男女朋友的關係 他參加什麼紅酒品見會 發一些資料給我看 然後說這個紅酒的價值 可以收藏又可以增值 等到取得文獎信任後 對方就開始推銷 說有一款2000年拉費紅酒 一瓶賣將近5萬元 他們有管道低買高賣 被害人只要投資 就可以等著收錢 2000年的拉費 那一批大概有5000瓶 然後說要把這個 這批紅酒把它吃下來 說市面上剩這些了 問獎不宜有他第一次認購60瓶 2000年拉費紅酒 面交付了300萬之後 隔天上網一查發現 早有人被騙的案例 問獎平常對酒沒研究 上網查詢後 以為對方賣得比較便宜 就上當賠了辛苦錢 而其他酒商解釋 2000年拉費紅酒 因為產量比遺忘少 因此價格也比較高 再加上千禧年話題 如果再放個10年20年 還是有增值空間 民眾在投資明酒前 還是要多做功課 以免受騙 東森新聞張仲華蔡日山的台北採訪不到